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今早去關閘和快子機發現到處很多的士 關閘的士站多車很正常, 大家都知道 但由台山走去快子機一路很多車 有幾十人截車都沒問題, 個個有車坐 原因相信和澳門社區在8月出現確診病例後 收緊通關限制有關 遊客量即時插水, 由每日兩三萬人插水至兩千左右 不見九成 澳門的士一向吃遊客飯, 大家都知道 八成半的生意都是遊客生意 之前五一之後好一點 怎知七八月又來個反高潮, 真是估計不到 疫情這樣持續, 炸飛機和駕駛的士都一樣 命運都是沒有公開 的士司機總工會理事長郭良迅說 自從本號出現確診病例後 業界的生意大幅下跌 現在只剩下約一成的生意額 市面上很多的士站都排滿輪候的的士 如果周圍下跌, 又不知道 撈不撈到一個半個客人 撈不到, 連油費、電費都虧了 不少司機反映, 賺食艱難 有的士司機說 現時每日的生意額大約只有三百元 加上油費和車租, 真是入不負資 有的士車主說 市道差, 生意大減 每個月要給三百元的車載機服務費 是有負擔的 希望政府考慮減免 的士業界說 對本號疫情發展持觀望態度 當然, 我也是在觀望著 希望政府考慮再次開放廣珠澳大橋停車場 暫時給的士免費停泊, 減輕業界負擔 在去年疫情初期, 二零年二月五日開始 政府曾開放廣珠澳大橋西停車場 免費給的士停泊 直到去年九月三十日 當時幾百部車停在那邊 真是很壯觀的 事實上, 疫情打擊各行各業 交通運輸業當然是重災區 特首都說過花無百日紅 的士司機以前一間收拾千多兩千元 一個月三四萬收入 真是走路有風 現在只剩下幾千元 所以不少司機有大排的 可能都會轉去駕巴士 年輕的話可能轉去做外賣車手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